好來 再來這間 一百零八年的百年 六海空軍 中官進任保台階 受到的電禮 由國防部長嚴定發來主持 三軍的統帥副總統 除了祝福馬共調說 面對中國的威懾要勉強團結 造成周邊國家的緊張 面對中國試圖破壞區域和平的行徑 我們必須更加團結 穩定兩岸情勢 絕不會是妥協 讓步或委屈求全 經過總統的設定 有六位瀟獎升中獎 十三位的上校升瀟獎 這個月半年 總共有十九人來升官 說這次是 國軍定期成長官 人所最少的一次